拉下鐵門還不夠 地上被家莊霧滿 就怕風力太大 會把整間飯店吹先 梅基布台肯定飯店業者 可難營業 現在肯定這裡可以 已經很明顯感受到 風勢是很強的 很多店家是做房台準備 是把這個飯店 像是把它鐵門是拉了一半 希望可以達到防風的效果 而擔心可能時間越晚一點 風力可能會越大 有這個飯店 他們在門口放了這樣子 大概到一般全人高度 邀到這裡位置的這個末板 希望如果說到時候 萬一是水有淹進來的話 這個末板還可以來做一些防禦 說鐵門應該是會放下來 然後是怕說有客人要進來 我們才會打開這樣子 要不然風那麼大 怕玻璃都會吹破 儘管開店做生意 但風牆宇宙根本沒有遊客上門 加緊房台的 還有這家五星級飯店 肯定業者有了 上次莫蘭蒂的經驗 風力過大 就算貼上膠帶也沒用 這次乾脆訂做耐力強 抗壓力大的木板來擋窗戶 謝謝幾天 我們在防台板來講 裝了一百多片 針對上次的風力來講 經得起考驗 聲音要顧 防台也不能驚呼 便利商店也是拉下一半鐵門 就怕風力大會再次把玻璃吹破 還有超商乾脆關起大門 貼上紙箱 上面斗大寫著從側門進入 肯定商家飯店經歷上次 莫蘭蒂慘狀之後 這次防台準備更齊全 現在只希望 沒機快快離開 別再造成災情 記者 文家慶狂佩如潛力挺 SQ小優組 評論報導